行 知道了 那九年是怎么过来的 那前九年不也没浪漫吗 为什么非要第十年浪漫一下呢 前年的时候 感觉她也是蛮细心 蛮拉格的 明白了 她是一个比较老实的人 这几年她就对我们的生活 对我就不关心 不上心了 这个逻辑就听明白了 大家听啊 前九年我不在乎你 跟我过不过 浪不浪漫 是因为我感觉你对我好 你会接我 你不缺席 我什么你都特关心 而今年特别在乎 所谓的行事主义 是因为我感觉 你没有以前那么的细心 没有以前那么的在乎我了 是这意思吧 对 因为今年是第十年嘛 是 是 是 大日子 人生又拿来的哪些十年了 没有那么多 对 对 对 所以今天来我们这儿 非常有意义的 对吧 在十年的这个婚姻的 这个过程当中 来一次爱情保卫战 这是一个纪念 这对你吗 对其他人怎么样 我就希望他多管管儿子 我儿子有一天晚上嘛 他九点钟了还没到家 我刚好下班回家 我就问他再去哪里了 儿子那天刚好做完作业嘛 他就跟我说 他说去同学家玩一下 我说你去吧你早点回来 他回来的时候就没有看到儿子嘛 他就问我儿子到哪儿去了 我说儿子出去玩去了 他就怪我什么 就不陪儿子出去啦 让儿子一个人出去啦 就因为他每次都不陪儿子出去了 结果那天他就骑自行车了 然后就磕破了那个脚拨 谁磕破脚拨了 儿子啊 他骑自行车嘛 他都不晓得什么时候学会的 我就希望他还是能够陪着我 因为小区里面那个车又多嘛 你知道儿子什么学会自行车的吗 他自己骑着我 搭个车学会的音色 人家就知道啊 你不知道啊 磕破磕破了很严重吗 磕破流的血不 听明白了 反正这老公你也不打算要了 对吧 我就是希望他能关心一下儿子嘛 也多关心一下我的感受 有时候也就估计一下我的感受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我觉得你老婆挺虚道的 你觉得了吗 有一点 你敢说吗 我不这么说 你不这么说 别藏心里啊 你们家的大事小事基本谁管啊 一般他 他都是 你是执行的 是这意思吗 对 你们家谁挣钱挣得多一点 我 你们家这个谁家务干得稍微多一点 家务都是他干得多一点 我就做饭 家务他干得多 你只管做饭 对 是吧 你觉得你们两个人谁对家里的贡献大一点 我觉得一半一半吧 你觉得这个两个人对儿子的这个经历谁投入的多一点 那应该是我吧 你们俩谁到外面出去玩的时间多一点 他 这个 我是不是出去玩的多一点了 你先生刚才说的都是事实吗 不是 你们家的大事小情都是谁管啊 谁拍板啊 他那些说的事实呢 他说我出去玩 出去玩的时候 他刚才回答那么多问题 基本上都是事实 只有在谁出去玩的多一点这个问题上 他没有说实话 对对 是谁出去玩的多一点 他出去玩的多一点 他朋友他是当地的嘛 我是外地的嘛 他朋友多不都在身边不 他就出去吃宵夜啊 喝酒啊 然后唱歌啊之类的 我呢就在家门口嘛 打电话就出去坐一下 我就出去了嘛 那就是出去玩 他出去的话就是到这里去留啊 那儿去玩啊 行 好 听懂了 所以你想怎么样呢 所以我是想他还是回到以前一样 能够对我多加的关心 所以大家看看啊 十年 妻子有很多的埋怨 丈夫心里大概也有 还好吧 还好 多宽容一人啊 行吧 老师们看看吧 我们一起进入 新洋美容APP 秋比特文件 小二十岁 结婚十年 从结婚第一年开始有小孩 前几年的时候 你在照顾小孩 你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干 慢慢地慢慢地 小孩越来越长大了 要去读书了 慢慢地慢慢地 这个老公好像外面朋友 也越来越多 你还是没有朋友 你还是宅在家里面做家务 所以你不再是这个家的中心 你变得开始孤单 然后你变得孤单之后 你开始有埋怨和抱怨 其实你们发生的这个事情 在很多的婚姻和家庭里面都存在 习惯 熟视无睹 在夫妻生活里面 几乎是一定发生的 什么叫习惯 你坐在那边 你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 他从你身边走过 他都没看到你 为什么 因为时间长了 我们之间的亲情 可能多过曾经的爱情 再换句话说 为什么你会被习惯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十年前的你和十年后的 你有什么区别吗 变化不大 对 你变化不大 十年前的你是这样的 你十年后的你还是这样的 他用十年时间 他怎么就不习惯你呢 他当然就习惯你了 所以想要不被人习惯 你自己就得有变化 想要让老婆少一点埋怨 就不要觉得我拥有这个老婆 要珍惜 两个人永远都是这样的 我们一直都在变 我们一直都在珍惜 这样一段关系 才可以一直保持下去 一直好下去 这样我们鸡毛蒜皮小事 才不会让两个人的心态崩溃 就这样 谢谢大家